第1421集 最大障碍 如果你敢动弹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把鸿门打垮了 就可以称霸香港了吗 我告诉你 日本人永远也不可能统治香港的地下世界 我是贪钱 但是我只想要我父亲的钱 和你们没有关系 邱海涛悲愤地说道 他知道自己越是求饶 这个日本女人越是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所以他必须要强硬一点 毕竟这里是香港是他父亲的地盘 而且一想到琳达 邱海涛的心就在低下 如果他们真用琳达来威胁自己 那自己还能怎么办呢 邱海涛 本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本以为你去了一趟秋天刚的别墅 回来的时候就把事办完了 没想到你一世无常 孟山都居然培养了你这样一个怂抱 唉 这可能也是他们没想到的 这样更好 他们应得的那一份也没有了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饶过你 你还是先想想这事吧 女人笑笑走出了集装箱 邱海涛也想出去 但是被人一脚踹了回去 池田 池田 你是浑蛋 邱海涛在集装箱里拍打着箱体 但是却没人听到 没错 这个正在脱皮衣皮裤的女人就是池田之鹰 集装箱里温度太低 但是外面又太热 出来之后只能是赶紧把身上这身皮脱掉 汽车缓缓驶来 他刚刚上了车 还没开始起步 手下匆匆走了过来 将手机递给了他 他拿过来听了几句 骂了一句 混蛋 这点事都做不好 死了活该 走吧 回酒店 池田之鹰一个人坐在汽车的后座上 他想起刚刚手下的汇报 派去接琳达的人被杀了 两个人都死了 根据内线的报告 是墨小鱼把人接走了 现在已经到了秋天刚的别墅里 墨小鱼啊 墨小鱼 这次又是墨小鱼 自己和他的事还没完 他居然又出来捣乱了 想到这儿 池田之鹰不自觉地伸手摸向了自己的小腹为止 不知道为何 自己居然一直都舍不得拿掉这个小东西 眼睁睁地等着他在自己的体内慢慢长大 虽然他现在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是内心好像是有感应一样 它确实存在 但是这事没人知道 只有自己知道 无人分享秘密的感觉是痛苦的 但这痛苦只能独自承受 池田之鹰拿起手机 给墨小鱼打了一通电话 墨小鱼 本来我想放你一马 但是没想到你一再坏我的事 你告诉秋天刚 如果想要他其他儿女的命 就从香港消失 否则的话 他这辈子都会后悔的 墨小鱼听着电话里透着凉气的话 一猜就知道是池田之鹰 哎哎 我儿子呢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墨小鱼没有理会他威胁秋天刚的话 拿起手机出了客厅 小飞花和秋天刚都惊呆了 这墨小鱼什么时候有儿子了 秋天刚看向白鹿 那意思是 你们不是在一块了吗 那这小子是从哪冒出来的儿子啊 看来 山口组到香港了 秋天 你可真要做好准备了 鸿门这一次怕是有麻烦了 白鹿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山口组的一个女人 怀了她的孩子 有意思吧 白鹿像在说一个笑话 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琳达看着这些人叨叨叨说个不停 但是她对中文的听力有限 根本就听不懂这些人在说什么 你不生气啊 小飞花试探着问道 我生气 我生气有用吗 秋天刚和小飞花都点点头 那是没用啊 秋天刚是知道墨小鱼的花心 而小飞花呢 则是亲眼看过墨小鱼的花心 所以都点点头一副了然的意思 那个孩子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说我都已经做掉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让秋天刚不要做后悔的事 还有把琳达给我送来 否则的话我让你走不出香港 吃天之鹰冷冷地说道 哎哎哎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要这么幼稚好吧 来说点成人的话 本来呢 我是想劝说秋天是放你嘛 但是没想到你们这些人变本加厉啊 那好啊 你等着吧 谁死在香港还真不一定呢 那好 我等着 哎哎等一下 我再告诉你啊 你要是真把我儿子给做了 那我就把你也给做了 啊不对 我会让你再次怀上了 嘿 我发现你这地儿真不错啊 无心插流柳长音啊 混蛋 池田之鹰发现自己和莫小玉斗嘴 永远占不了便宜 这不又是被他挑起了一次啊 扔掉手机 蹬掉了高跟鞋 池田之鹰在床上躺成了一个大字 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他做了个梦 梦到在东北大草原上的那一幕 自己被他死死压在草地上 想反抗 可是身体却一动不动 任凭其在自己身上示威 酒店的大床上 身处梦境中的池田之鹰 蜷缩着身体 配合着梦中的情景 当被敲门声惊醒时 他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 而且浑身贪软 一点也不想动弹 而此时手下敲门无人答应 担心池田之鹰出意外 所以开门进来了 没想到老大却在睡觉 刚刚起来 混蛋 谁让你进来的 手下没敢吱声 什么事啊 有人要见你 见还是不见 谁啊 他说 他叫莫小瑜 说您认识他 谁 莫小瑜 让他在客厅里等着 看出他 我这就出来 池田之鹰没想到莫小瑜竟然会找上门来 这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等到手下出去之后 池田之鹰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知道莫小瑜在香港 要不然也不会自告奋勇地来这儿 他打定的主意是留下这个孩子 但是要把莫小瑜除掉 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有个中国爹 那是他绝不能允许的 否则这可能是他将来接受山口祖最大的障碍